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灵异会计师 今天呢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房地产的省税神器 1031交换 最近呢办公室接到有好一些的询问电话 是关于1031交换的问题 那这个走向呢 有可能是因为在本年的4月28号 2021年是由白宫的这个简报室 有推出一个叫做美国家庭计划中 提到说要投资美国的高等教育啦 然后发放育儿津贴啦 就是这个要trial tax credit等等 但是支票开很大 钱从哪里来 当中提到有一条来钱的方法呢 就是限制1031交换的地盐所得的上限 把它限制为50万美元 那可能是因为这项税务提议呢 促使了某一些的纳税人 赶快在今年内做成1031交换 到底什么是1031交换 1031的交换的好处是什么呢 那什么是合格的1031交换呢 所谓的1031交换呢 又被称为是相似资产交换 一般指的是商业房地产 也就是出租物业的交换 若是呢 是纯粹的自用住宅 就不符合1031交换的前提 1031交换的这个商业物业呢 可以跨州交换 例如呢 可以用加州的商业房地产 去置换在芝加哥的商业房地产 但是呢 不能置换跨国的物业 这个必须在美国的境内才可以 那什么是1031交换的优点呢 大体上可以归纳成下列极点 第一点呢 我想主要的这个优点呢 是在税务上的地盐缴税 举例来说 在一般的状况下呢 如果这个rental property 这个出租物业 是以40万美金来取得的 但是呢 以100万美金来出售 那在一个一般的状况下 那就产生了这个60万元的 课税所得 就是capital gain 但是呢 如果采用合格的1031交换 然后换一个更大的 也就是说呢 要投入现金或是增加这个贷款呢 换的市值更高的房地产 那在现行的税法之下 这个60万呢 就可以递延了 白话文说 就是说暂时不用缴税 但是呢 在拜登团队的提案当中 50万可以递延 而10万要克税 那第二点呢 是因为刚刚有提到 这个房子用小的换比较大的 那我们如果额外投入的现金呢 或是我们增加的贷款呢 这个部分呢 可以算成是新物业的成本 那如果算成是新物业的成本呢 它可以提列折旧 那提列折旧呢 就可以达到减少克税所得的目的 那第三个呢 如果我们从这个 遗产规划的角度来看 1031交换 它其实是可以 一换多或是多换一的这种特性 所以呢 在实物上呢 可以用一个大型的商业房地产 置换成多个小型的房地产 达到遗产分配的目的 但是各位观众朋友们 要注意的是 合格的1031交换 一定要使用合格的中介机构 满足税法上对天数的要求 以及不能刚做完1031交换 马上拿回来自助等等 尤其要注意的是 虽然以小房换大房 可以递言所得税 但是呢 这个1031交换 一定要在税表中体现出来 这个是表格8824 不然呢 因为没有正确的申报 而导致1031交换破局 得不偿失 谢谢